好我們看一下這一題 這題是兩點公式的應用題型 他說有A點有B點 以知P為S31點 而且P點到A點和P點到B點距離一樣 求這個P點坐標 正常來講點坐標有S有Y軸對吧 正常來講點坐標是有兩個位置數 但是這點很有愛心 他告訴我P點為A軸上之一點 P點在A軸上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P點Y軸坐標會是幾?0對吧 所以說這裡第一步我可以直接去假設P點坐標是幾?A0 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我這時候只要把小A算出來就好了 怎麼算 提示我說線段AP會等線段BP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有P點有A點兩點距離 可不可以 馬上根號把A可以相減A減掉3的平凡 加上Y相減0減掉負1 減掉負10加112平凡還是幾?1 加3一樣有B有P兩點距離 更號A可以相減A減掉負2 減掉負2加2平凡 加上Y相減0減4負4平凡 16就出來了 起到這邊的時候你觀察一下 等號在中間 左邊有根號右邊有根號 根號根號可不可以拆掉? 可以吧 這時候把裡面爆開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說你看 A減3平凡乘開來是幾? A平凡-6A加9 A加2平凡乘開來是幾? A平凡加4A加4 這時候把9加1會是幾?10 4加16是幾?20 所以說把合併起來變幾? 9加1是10 4加16是幾?20 起到這邊的時候你看一下 A平凡 A平凡複消掉 可以喔 加4A移過去變幾?減4A 加4移過去變幾?減10 所以說減4A移過去變幾? 1-10A等於10對吧 -10A等於10 可見A就是7-1 A4-1寫進去 可見P點數量就是7-1-0 這樣子出來了 OK 馬上把筆記跟你一下OK